前首相纳吉在执政时盗取大马人的钱财 即便在入狱后出现身体状况也没人要同情 可谓罪有应得 现世报 纳吉入狱后 社交媒体也不时出现针对纳吉入狱的歌曲作品 恶搞图片等等 以进行一番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 纳吉的维基百科个人资料 也遭网民恶搞 将居住地篡改成雪兰娥 加饮监狱 维基百科中文页面 已将有关纳吉吉日起 入狱的资料 进行了更新 以及9月4日 被送院治疗等近况 然而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有人将纳吉的居住地 改为加饮监狱 并著名从2022年8月23日开始 维基百科于2001年正式成立 允许网民自行阅读 上传和修改内容 然而 这种交互性 也对数据的准确性 产生了影响 导致了许多误导和事实错误的案例 一般上 即使出现错误案例 热心的网友发现后 也会进行修正 不过 就纳吉入住雪兰娥 加饮监狱仪式而言 想必也没人 会有异议吧 纳吉原定在今早 针对一马案件 出庭面审 审讯却因为纳吉 血压出现波动 需要持续住院观察 而遭到斩言 纳吉律师沙菲仪 告诉法庭 在龙中央医院 留医的纳吉 血压波动 会在周二转院 至国家心脏中心 沙菲仪告诉法官 拿督科领 其当事人 今天无法出庭 明天也可能缺庭 拿督斯里纳吉病了 他昨天入院 目前在吉隆坡 中央医院留医 我是在今早七十三十分 和九十三十分 被告知此事 他或许需要 接受指定的检测 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法官阁下 肯定的是 今天得要休庭 肯定的是 他无法前来 我想明天也一样 他的健康存在问题 因为他的血压 似乎一直在波动 原因至今不明 所以他们正在捷径 所能 他指出 纳吉会在今天转院 至国家心脏中心 主控官莫哈 莫姆斯达法副检察司 不反对 展言申请 法官则定 于明武过堂 以掌握被告的最新病情 针对纳吉被转去 国家心脏中心 治疗仪式 卫生部长凯里 作出否认 凯里说 没有这回事 不 他在吉隆坡中央医院 他表示 纳吉今天 已被送回 吉隆坡中医医院 做身体检查 凯里也否认 为纳吉换药之说 并强调纳吉 向来服用的高血压药 是向私人医院购买 而卫生部提供的药物 是一样 只是属于通用药 Generic 他说 药物成分内容 是一样 他已经指示龙 中央医院院长 巴杜卡罗哈纳 为纳吉做 所有需要的检查 以免卫生部 再被质疑 他强调 将会为所有囚犯 提供最好的医疗待遇 包括纳吉在内 首相斯麦沙比里说 他已指示卫生部 以便为前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提供 所需要的最佳治疗 首相在推特发文说 他得知纳吉的健康状况后 已指示卫生部为对方提供齐须治疗 他也祈愿纳吉早日痊愈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指出 雪州苏丹沙拉 福丁殿下波多纳吉和其妻子罗斯玛的勋弦是恰当的一步 他相信 随着雪兰娥苏丹开创先例 其他州也会效仿 包括冰城 就交给他们宣布 林冠英也赞同伊斯麦沙比里昨日指示卫生部 为纳吉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的声明 他指出 从人道和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 包括纳吉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 获得医疗的机会 若有需要住院就住院 这方面不应该被忽略 不只是纳吉 其他囚犯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尤其是在监狱服刑的囚犯 属于政府的责任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 需要提供的医疗服务 我们必须这样做 他强调 政府做得对 他们会赞同 做得不对 他们就会批评 尤其目前员工短缺问题严重 但政府至今仍没有一个对策来缓解 引发商家怨言 他希望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 不要让人留下一个印象 即没有好好处理员工短缺问题 等于间接信要商家收档 巫统最高理事衣衫在里尔一有所指的说 在没有获得党内基层的支持下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首相能够存活 就像前首相马哈迪和穆尤丁一样 他在网上问答节目中说 没有巫统基层的支持 马来西亚的任何首相都无法生存 他指出 就是因为巫统草根不喜欢马哈迪 所以后者只担任了22个月的首相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穆尤丁身上 尽管他来自另一个政党 但他只担任了17个月的首相 他以不点名的方式说 巫统必须消除党内叛徒或内部冲突的风险 以山加里尔说 随着纳吉入狱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巫统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巫统必须巧妙地处理这种情况 考虑到我们的基层 而不是本身利益或党外人士的利益 巫统元老拿督傲慢认为 巫统必须清楚该些将自己置于政党和其未来之上的领袖 傲慢向塞尔哈里尔指出 这并不容易 因为此类行动必须根据党章和规则进行 以防止在举行第15届大选前 巫统内部产生派系问题 巫统内有许多领袖 所以必须小心处理意见分歧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不能背叛政党或做出会削弱政党的任何事 如果你是巫统的一员 你必须为巫统说话 而不是为其他人说话 当我们的政党领袖有时做出削弱政党的言行时 这是可悲的 他促请 该些对个别巫统党员感到愤怒的人 不要责怪政党 以及该些迷失方向的人回归党的原则 以便所有党员可以在大选团结起来 他说 作为一个维护宗教 种族和国家的政党 巫统必须保持强大 所以他赞成清除行动 他也说 巫统必须防患于未然 阻止党内发生破坏 因为这也是背叛政党的行为 因此 这必须在第十五届大选前解决 任何领袖若犯错 就必须受到惩罚 领袖有来有去 巫统必须继续战斗 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无论他们是否在政府里 巫统领袖的立场 都必须保持一致 尽可能保持强大 以便政党能继续前进 并赢得第十五届大选 就算了解决于未然的一届大选 就算了解决于未然的一届大选